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 像是有些人不加香菜 芹菜 但是有一名顾客外送要求 让面线摊的老板直呼 真的是被烤倒了 因为这位客人点了两份大肠面线 却在外送订单上备注 希望可以把汤 面 分开 让老板傻眼说 他还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做 民众笑说 应该是没有吃过面线的朋友 以为说点的是肠面线 外送平台音乐声响起 不过这张看似普通的订单 底下的客制化要求 却让面线摊老板超级为难 汤面分开 其实别大分开 点了两碗大肠面线 却在订单备注中 要店家把汤面分开 虽然很有礼貌 却让老板非常头痛 直呼被烤倒了 其他店家也只喊 根本不可能 满错二的 我刚试过的是分不开的 因为它勾芡它是融在一起 汤少轻压 不要面线只要汤 难度超高 有网友打趣的说 这跟文仔鱼去头尾切三段 有一曲同工之妙 还有人建议直接给它汤底 跟生面线 这样子就分开了 或者是干脆给它材料自己煮 蛮奇妙的要求 你懂干面线加汤的概念吗 他想的面线跟他要买的 应该不一样吧 但其实类似的奇葩订单 还不在手术 我们因为有酸菜鱼这个品项 那鱼翅的部分 我们是本来就有大致去清除 但确实有客人在备注栏上面 就是写说要去刺 还有去鱼皮 如果是去刺去皮这一类的话 可能就还是会有点困难 也有店家分享曾经遇过客人 请他帮忙画恐龙 或者是明明在卖炸银丝卷 却在备注上写下要吃真的 毕竟这不是简单的 不加香菜不加葱 在兼锋出餐时间 要求特殊的客制化订单 这会让店家哭笑不得 记者未提及领域 Tipo 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